各位大王主義往中華堆列車競爭到站 請問出越往前 下一站 盧密雪 這麼多年來 書展有不同的作家講座 想去聽的 心動過的也有不少 但是真是身體力行 走去網上訂位 神這麼早做完節目 車級扣出去灣仔的 都只得書國志這一個 情況就有點像 不留老老入大觀園那樣 眼界大開 一個半小時的講座 書國志大概講了50分鐘 他故意留下40分鐘 給現場觀眾發問 互動交流 正因此我才發現新大陸 在那40分鐘台上台下互動的時間裡 大概有不多於15個現場觀眾有機會發問 雖然書國志是台灣人 講座是以國語進行 但我發現那15個現場觀眾裡 其實都只有一兩個 頂曉龍是一兩個 我聽得出他是香港人 因為他們的國語 都有非常濃厚的廣東腔調 其餘的全部都是非常標準的內地腔 不要笑 我真是分得開 什麼是內地腔 什麼是台灣腔 甚至乎是廣東腔 即是說 由貿法局主辦的書展 這根本已經被內地人侵佔了 亦反映了 香港真是吸收了很多學生來讀書 這個狀況其實我都見慣不怪 事實上 香港人出席任何講座都不積極發問 可以的話他們只是聽 沒有東西問的 不知為何他們好像什麼都明白了 這麼難得的機會 相反內地人真是很喜歡法問 而且他們的問題問得很深 深到 一個例子告訴你 真是有人這樣問 書國字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每日的生活是怎樣的 即是即如 一日二十四小時的生活 書國字又真是厲害 他都如實照答 他說大概其實很多時候下午 都是用來做文書工作 什麼叫文書工作 大家可以理解 其實他都畫公仔 畫完就出場了 譬如他真的會下午寫一下東西 他是他寫稿的 再不是他去出版社坐下 為什麼要去出版社坐 因為 說得明白 他家裡沒有電腦 如果他想回覆一些電郵 他是不是真的要找一台電腦 哪裡好些 難道去網吧 當然去出版社 順便跟出版人員了解一下情況 再不是的 就真是一些文書工作 文書工作的意思 大家都明白了 有時你要填一下表 有時要寄回郵 很多事做的 一個下午就過去了 於是原來他最期盼的 是每一頓晚飯 因為很多時候 都有憑哲遠方來不亦樂福 這裏吃下那裏吃下很開心 不過他就提醒年青人 因為問問題的那個 真是年青人 他說我勸喻大家在坐折运的時候 即是香港人的地鐵 坐地鐵的時候 最好不要只是低頭玩手機 可以的話 拜託 閱讀一下 再不是看看窗外風景 都是好的 這一點我真的十分認同 說真的 今時今日在香港 不要坐地鐵 坐巴士 坐小巴 坐電車 坐渡海輪 甚至乎你同桌吃飯 在公司的同事 誰不是低頭在玩手機 即是反映給你聽 香港的閱讀風氣 有多成行 如果是這樣 又怎會有人 會在港座上發問問題 他會來自cz死的 你不要沉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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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 你不要沉悲 你怎麼看到那個